来看到彰化发生的这起火烧车意外 有一名男子下班之后 开车回家的路上 就在地下道前追撞到了前方的车辆 没有想到引擎是突然冒烟起火 他吓得赶紧开车门逃命 车子随即烧成一团火球 消防车逆向标速前进 沿途一整排警察帮忙指引方向进空道路 因为地下道前这团大火球实在太惊人 熊熊大火烧得通红 在暗夜中显得更加明显 伴随烟雾不停往上窜 消防队员拉两条水线拼命灌救 大火瞬间变成浓烟 密布整个天空 就怕还会再延烧 消防队朝引擎盖撒水降温 21岁的曾姓驾驶从台中龙井下班后 独自开车要回彰化 没想到会遇上火烧车惊魂未定 撞到之后就因为有撞到引擎 所以就引擎先起火 然后就等下车子就烧起来 是不是前面紧急刹车 稍微推撞一下那就止了 幸好驾驶反应够快 及时开车逃命才捡回一命 只是碰撞前车就起火 车主怀疑可能车子开了八年 不排除车铃老旧也是原因之一